的照片和影片可以看到通通是身手不见无止的黑暗通道 直接打脸黄伟哲希望政府可以重视这样的治安问题 而旁边喝醉的朋友是拿出酒瓶出来 砸破了党风玻璃 当事儿子是到警局去报案把影片也放上网路 说警方并没有开三连单 事后警方澄清只要完成报案就会开立案单 不过当天已经为时已晚 报案人士先行返家 一个多小时过后才主动联络报案人 警方侦破了一起16年前的命案 一名赖姓男子在民国93年时 因为不满妻子和李姓同事过从甚密 竟然是拿石块把对方砸婚之后再勒毙 再把人装进铁桶之后弃尸 而16年之后又倒是意外撞倒了这个铁桶 发现了人骨 这案情才曝了光 警指挥中心表示 国内今天是新增了5例的境外移入个案 下午2点将召开记者会 由发言人庄仁祥来说明 这是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 好疫情声问 这非法的日租套房可能会成为防疫破口吗 台北市的居家检疫旅客大约是5500人 除了入住防疫旅馆大约是有1700人之外 其余都是入住自家或者是一般旅馆 但是有些外籍旅客是直接上网来订违法的日租套房 而负责来鸡查套房的官船局也只有4名的鸡查员 调查方式更是只有以问卷的方式来鸡查 有议员就谴责着人力是严重不足 查核方式根本也就不够严谨 恐怕也会成为防疫的漏洞 但在台风接近前东北风先来 周三前北部东北部都要留意短暂雨 周四之后若台风接近东半部将转 有雨天气 受东北风影响各地低温都只有20度左右 南部则是要注意日夜温差大 能有8到9度 季节转换之际 得多加留意 记者张昭凤晨进台北才不报道 疫情影响国境封锁 不过国旅依旧是夯翻天 元旦三天廉价 想要去离岛的民众可得注意买票时间了 民航局就宣布 澎湖金门马祖三个管制航点 今天呢9点开放定位 不止离岛的行程很受欢迎 更有业者首度推出了海上邮轮的跨年行程 让民众用不一样的方式来迎接2021 媒体已经报威廉王子曾经在4月感染了新冠病毒 甚至还一度出现了呼吸困难 但是为了避免造成外界恐慌 选择隐瞒病情 而世卫秘书长谭德塞也宣布 因为接触到了确诊者 虽然目前是没有症状的 但是已经开始自行隔离 今年最强台风天鹅狂袭菲律宾二度登陆 在菲律宾至少造成了10人死亡 陆海空交通大瘫痪 首都马尼拉机场关闭至少24小时 狂风暴雨之下呢 还引爆了土石流 近百万人撤离家园 日本长野县白马村 有一个这么巨大的秋千 就盖在1290公尺高的山顶上 就在上头呢 就可以欣赏到日本北阿尔卑斯山的美景 最近还举办了飞鞋大赛 新闻最后带您快来看 同时感谢您收看这节的中视五天新闻 我是林佩杰 祝您顺心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订阅